大家好,我是Zander 我算是顺利的回到了国内 现在正在酒店隔离 今天这期视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温哥华做核酸检测 拿到结果到最后登机 隔离酒店的一些注意事项 分享给大家 大家看过我之前两期视频 应该都知道 9月22号我预约温哥华机场的检测被取消 23号我就是去了一个公立的 给有症状检测地点做了测试 然后我在24号的时候 22号我知道取消了预约之后 24号我约了一家北温哥华的 诊所的检测和幸运没有被取消 然后24号做的检测 我到现在还没有拿到结果 然后我25号拿到了 给有症状人群做检测地点的结果 然后是打电话 然后让他把结果发到了我短信上面 然后27号我上飞机 然后我把短信打印了出来 27号直击等拖印的时候 会有工作人员走到你身边 然后看你的你打印出来的核酸检测的单子 然后会在上面盖一个章 办托运的时候 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把那张纸搜走 然后你就可以去安检 然后等着登机 打印短信是因为很多同学在温哥华给有症状测试的地点 如果你没有温哥华的健康卡 你是不能登录网站拿到他的检测结果的 你需要打电话去问 然后他会给你发到短信上面 是可以打印短信 然后拿着打印短信去登机的 是完全可以的 我就是这样登机的 登机的时候 他会他会让你在可算证明那张纸上写上一些 免责声明的一些话 然后签上你自己的名字 还有护照 到了过蓝检之后 到了登机口 然后托运完之后 拿到了登机牌 还会给你一个二维码 你要扫那二维码 然后在二维码上面 填写一些一些信息 填写完信息之后 你会得到一个小程序的二维码 你要拿到这个二维码 登机检票之前 有工作人员会看你的二维码 你才可以登机 到了北京之后 会一批一批人下飞机 我大概等了能有将近一个小时吧 才下去飞机 然后开飞机之后 会排队扫你登机之前 填的信息的得到的二维码 扫完码之后 你会去做采样检测 做一个鼻腔的检测 做一个喉咙的检测 然后去过海关 然后拿去行李 拿着行李上大巴 然后大巴给我们带到了宾馆 就是我从上飞机到下飞机 到隔离的宾馆的全过程 到了宾馆之后呢 因为有好几辆大巴车 要一批一批 大概十几个人一批 这样下车 然后上宾馆去登机 然后交钱 大概我在大巴上等了 有将近三个小时 才到达宾馆 飞机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5时 到了机场 我是晚上10点才进到宾馆的屋里 坐在床上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北京隔离的一些条件 北京的隔离是14天 9100包括三餐 价格还是有一些贵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酒店的环境 环境还是不错的 北京隔离的这个酒店环境还是不错 但是不能送外卖 也不能收快递 所以只能吃它给你一日三餐一些东西 所以我建议大家未来回国的同学 尽量不要飞北京 我觉得我有同学是飞成都 然后厦门隔离的环境都很好 而且可以收快递 收外卖 而且价格还便宜 比北京便宜了很多 最后我都祝大家都能顺利的回到国内 之后回国会越来越难 因为现在 加拿大的疫情也在有复发的趋势 现在的做检测的实验室已经饱和 出结果都特别的慢 未来要回国的同学 一定要安排好自己做检测的时间 最起码要提前7天以上去预约检测 实在没有办法只能冒险去给有症状的功利地点 去做测试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一定要在下面评论 我都会回复你们 这就是今天所有内容 今天是10月1号 祝大家国庆中秋节快乐 谢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